采买生活物资 打包过节礼物 庆祝排灯节 蓝皮尼第十一礼的沙德哈瓦村 充满过节的喜庆 我们想说在入冬的时候 他们也非常的需要茅坛 让他们能够过冬 因为之前我们有盖了 12间的组合屋给这里的居民 那么我们希望趁这个图腰节 我们来送爱 透过这个活动 我看到我们当地的志工 真的充分地发挥了 事事有人做 人人有事做 合和复学的精神 妇女的舞蹈表演 让整个村沉浸在 过节的欢愉氛围中 志工还特地邀来 第十一礼的大家长 和众人一起分享喜悦 领取物资后 志工也陪同行动不便的村民返家 在他们的家门口点蜡烛 绘制印度传统地画艺术 曼国立 祈求光明驱走黑暗 上人也一直提醒我们的萤火虫 要集合很多的萤火虫 才能够照亮整个大地 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把这个村就带动起来 围着烛光 村民和志工 就像一个大家庭里的家人 新灯被点亮了 照亮了彼此 也照亮了未来 大爱新闻 红德谦优尼斯吉祥 阿玛凯什 尼泊尔报导